这里有一个宣传单啊 安徽安庆首届大型古文房载会 定了房间 他们说后天准备出发去那 我不知道有没有空去 远到不远 这里其实我们到安庆还好 看一下价钱 小间1200 大床1500 标间1600 豪华照间2800 这些是搞展会可以收钱 不管你卖的动卖不动 反正钱收着 前面我们在德州长沙 景能镇都参加过苏州啊 什么上海啊都有 南京啊都有 这个安徽搞得少 比较少搞的一个这种地方 你开车去吧 你要开多久 开车两个多小时吧 170多公里 到安庆才那么近 170多公里多吧 2个半小时就搞 那还近呢 那是近 安庆有火车吧 这边 没有 帮车有汽车有 安庆说星期五早上5点吧 大家可以从市场上逛一下 有市场啊 店里逛一下 有市场啊 不一定有空 要有空跟你们去玩 这个店又来淘宝了 能很多走进走出 来看一看 这里有一个青花花鸟的盖盒啊 不错 文房器 我对好东西真的是 不管那么多啊 只要是品质比较高的 都会跟你们来讲一讲 挑一挑啊 拿一挑 它这个盒子还比较大 比较深 然后带圆盖的 东西知道什么时候的吧 这种青花的 比较 这种明快的风格 都是晚清时期 光绪的啊 这口眼上 有一点点 轻微的小磨 小磨边 底下没有款的啊 这种你当传统词外 也可以 但是它还是偏外销的 一个风格 这个比较好 就是有圆盖 而且尺寸也比较大 比较深 所以这个品质不错 这是我今天看到 第一个东西 给你们讲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台灯 这个台灯是一个 广彩的画片 但是它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它这个外面的 满地的蓝彩 画这个花卉的图案 倒在广彩里面 不是很多的 有面是非常 比较点心的 广彩 什么时期呢 咸童啊 咸童童制时期的 一个这么一个人物 东西还是属于外销匙啊 只不过相对来说 它这种东西的 这种颜色呢 不太多见啊 这个这个还可以 这个上面抬灯 上次有没有说 我们挑东西的 眼光挺好的啊 这个就取决你 你经常多见的 去看一个物业 来来来 这个货不错 十二花神 老板说 十二花神 这个十二花神 没见过这种画片啊 一般十二花神 道光的呀 我晚清的十二花神 买的多一点啊 这种呢 是一个民国的十二花神啊 民国的十二花神 来来 我给你们拿起来看看 我给你们拿起来看看 这个十二花神盘是一个民国的啊 东西底下是一个乾隆年筒 能画的还是相当得劲的 松石绿地啊 这个材质也很开门 要看懂啊 很多你们搞国宝 这个东西不对 白说了 再好也没用 这个还是全美品啊 这个全美品啊 这个质量可以 我现在发现经常民国这种六方盘八方盘 这常用好东西出来啊 泰式绍宝青花大瓶 一切是瓶花款 这个颜色漂亮 你有毛笔吗 老板 全美品 全美品多少钱 我给九千 九千块 不过这个颜色好 颜色又水都很大 那就可以啊 九千块 但这个瓶大瓶菜也好 大几千是要的啊